看完了70岁神女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一位国际知名的情报员 他今年也要过50大寿 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会 为什么欧巴马会拜的这么惨 50岁的人还在干情报员年龄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不过这位情报员光50岁恐怕还不够 他可能要干到500岁了 这张照片您记得 就是刚刚闭幕的英国伦敦奥运 在这次的开幕区当中最引大家讨论的那一幕 英国女皇当然跟她心爱的小狗 旁边走的就是英国最出名的一位虚构情报员 James Bond 007 当然这一幕给伦敦奥运带来了一个无比的高潮 最后当然是英国女皇从天而降 那一幕电影的剧情安排 更是令大家笑得不得了 不过你可能没有想到 其实这正是James Bond这部电影007系列 在50周年庆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当中的一项 也从此点燃了整部这部电影 即将在这个月份推世界性做全球首映的时候 它全部一连串的铺陈 以及整个的精彩的一个促销 的确这是英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 全世界从1962年第一部的James Bond电影到现在 有人估计过 大概全世界所有人口当中有一半的人 都曾经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看过007电影 也都知道这位人物 当然更很多人收集这部所有的电影 甚至收集他的小说 当初这部电影的作者大家还记得是Ean Fleming 当然他创造的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直在讨论究竟有没有这位真实的情报员 事实上写到第三集的时候 这位作者就已经过世了 而接下来的007的整个 所有一系列的故事呢 分别由六个不同的作家来曾经执笔过 换言之整个的故事到如今来讲 越来越感觉到更加的千奇百怪的变化 不过007整个电影题材 它也是跟着国际局势走 从早期的冷战到后来的全世界的 也所谓一些恐怖国家 来居到后来的北韩跟如今的中国 都已经上了所有007故事内容当中 可以说它是因时因地而因应国际形势的发展 可以说是一部跟全球同步进行的精彩的情报片 难怪它能够活了这么久 事实上有一段时间 007电影不是那么卖座 当时片商还很犹豫要不要继续拍下去 但如今007电影在最近几年在全球的大卖座 更促使了这部电影要继续拍得更好 007这50年来 它的脚步走过了哪一些 您对它的记忆还保存了多少呢 我们来迎接这位超级情报员的50大寿 007这个史上最长寿的系列电影 转眼间已经50个年头了 风流倜傥 深呼奇迹 詹姆斯庞德 全球最有名的特务 没有男人 不想变成他 从最早的史恩康纳来到现在的丹尼尔克雷格 一共六任庞德都是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事业达到巅峰 从1962年第一部系列片 第七号情报员推出以来 地球上有超过一半人口 进戏院看过007的电影 原创小说更狂卖超过一亿本 但像庞德这么精彩的角色 没有够特殊的人生经验 是写不出来的 记者出身的伊恩弗莱明 曾在二次大战时 与英国海军的情报单位服务 所以一直想写个情报员的故事 终于在1952年 他44岁那年 庞德这个角色 在亚买加的海滩别墅诞生了 弗莱明本来没有预想好任何情节 但灵感源源不绝 短短六个星期 他就完成了第一部007小说 出身苏格兰的富裕家庭 念贵族学校 弗莱明的成长环境 就跟庞德的角色设定一模一样 二十几岁的时候都在当记者 直到1939年受征召 加入英国皇家海军 被调到情报单位 负责对德国谍报作战 他策划秘密攻击 还跟不少二战英雄交手过 这段经历大量累积了日后的写作素材 所以要说007的情节夸张吗 应该说谍报世界的精彩程度 真的不输电影 比如007电影中少不了的赌场桥段 灵感就是来自于1941年 弗莱明在里斯本的一次行动 他花了一整晚跟德国间谍 在牌桌上尔虞我诈 最后却输个精光 不过在他的故事里 庞德总能漂亮的赢得赌局 长开007电影的人应该还会发现 庞德调女人上钩的惯用伎俩 除了常在赌场 更少不了鸡尾酒 这个多情的角色 其实也反映出弗莱明性格上 比较阴暗的一面 弗莱明在二战时 确实有过一段花花公子的生活 尤其是这位模特儿女友妙力 被研究007的专家认为 是庞德女郎的原型 但红颜薄命 妙力死于大战轰炸 让弗莱明伤透了心 虽然他后来结婚生子 感情不再漂泊 但在小说里 仍借着庞德的身份 继续周旋在不同女子之间 为了描写庞德的名流生活 弗莱明到处旅行 吃昂贵料理 住高级酒店 尤其是庞德开的车 从早期小说里面出现过的兵力 到电影里不断进化的 Austin Martin DP5 庞德能驾驭的交通工具 也越来越触类旁通 有评论家分析 弗莱明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惊悚小说 但故事充斥着性 阶级和虐待狂的元素 与主角的设定 一个绅士风格的情报源 形成极大的反差与冲击 却搞出007的卖座公式 我必须立即离 这些事情又会更有趣 而系列片的第一集 第七号情报源搬上大萤幕后 更奠定往后007的电影语言 特别是乌苏拉安德斯 穿比基尼出水的镜头 是影迷公认最经典的庞德女郎 你獨自吗 你在这儿做什么 你找到枝枝吗 没有 我只是在看 你站在那儿 007掀起全球性的文化现象 美国总统甘乃迪更公开表示 第七号情报源续集 是他最爱的小说 作品走红让弗莱明压力越来越大 甚至多次想在小说里 结束掉庞德的生命 密集的发表作品 并没有打乱弗莱明规律的生活 他每年1月与2月份 一定会待在亚买家的别墅 每天花4小时创作 持续了14年 生涯一共写了11部小说 两部短片集 故事全围绕在代号007 替英国军情六处服务的情报员 庞德身上 就在1964年 第三集电影《金手指声》时 弗莱明过世了 但他掀起的谍报热 至今仍未退烧 在他之后有七个作家 接力写小说 而最新一集的电影《空降危机》 甚至利用人对奥运开幕式 大肆宣传 请来高龄86的英国女王 突破性演出庞德女郎 还找了替身设计了 直升机空降的搏命镜头 50年了 007电影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招 可能要进戏院才知道了